美中两强冲突升温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这也导致了在美国发生越来越多起 针对亚裔人士的攻击行为 3月中的亚特兰大枪击案造成了8名女性死亡 当中有6位都是亚裔的 根据统计过去两月时间之内 全美各地就有多达500起的亚裔仇恨事件 为此在上个周末 美国也有多达60座城市的亚裔族群同步上街 串联示威 但是仇视亚洲人的火苗 真的能够很快地就平息下来吗 纽约地铁车厢上这名非裔男子 跟身穿白T恤的亚裔男子发生冲突 连续出拳打了他无力招架之后 用锁头害对方失去意识 影片在推特上疯传 让很多人心寒的是 车厢里有人拍照 有人叫嚣吹口哨 就是没人上情劝架 纽约警方表示 当地的仇恨小组已经介入调查 状况很敏感 因为针对亚裔人士的攻击 最近在美国接连发生 3月16号 亚特兰大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 先后闯进三家SPA水疗馆 随机开枪射击 总共造成8名女性死亡 只有6人是亚裔 一时间 从去年新冠疫情以来 开始累积的亚裔仇恨 恐惧感更加上升 在几亚州的情况下 我们来说是一个自治疗 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因为当你目标的状态 因为是教育、权、权、权 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我问问 如果我再说更多 我能够更多人 能够更多恨态吗 如果别人看到这些颗线 我们能够更多人 能够更多狂状态 能够更多亚裔仁 更多亚裔仁 这是一个很恐惧的想法 在想通过这些 但是同时 我们不能停止 我们不能停止 说话 我们不能停止 打斗 我们不能失望 如果我们失望 那是最后的结果 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而人们说 其他人说 其他人是狂状态 他们拒绝我们 相信真正的状态 是为群众献花 哀到罹难者 也对当地警方 迟迟不肯把这些案件 列为仇恨犯罪 表达愤怒 除了求新林舒豪之外 金球讲事后 吴山卓等韩议 日益名人 也都站出来发声 然而冲着亚裔而来的 攻击事件 没有就此消失 旧金山就为76岁的 广东阿嬷走在路上 突然被一名白人男子攻击 还好他毕竟是 黄飞鸿的同乡 一边哭喊 一边把对方打到 要上救护车 在担架上 还一脸的惊恐 很多的我的家人 都在怀疑和怀疾 比个人感受更直接的是 统计数据 2020年 美国白人至上暴力事件 高达5125件 做足是前一年的两倍多 光是2021年的前两个月 亚裔仇恨案件 也超过500起 非常关心 因为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在谈谈 美国美国的凶独性 对美国的凶独性 最后几个月 最后一个周末 从纽约 到美国的凶独性 最后一个周末 从纽约 到美国的凶独性 旧金山到洛杉矶 美国东西两岸 有60座城市串联示威 参与者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 同样的诉求 是停止种族暴力 目前相关暴力事件都还只是个案 但恐惧真实存在 尽管新任总统拜登 已经禁用中国病毒等字眼 表达对亚裔人士的支持 但他们仍旧担忧 随着美中对抗持续升温 一年前 只有两成二的美国民众 认为中国是最大敌人 现在已经上升到四成五 这样的情况 恐怕进一步助长 亚裔仇恨 电视频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